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早晨 好像坐了這麼久已經有點累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如做一些遊戲 輕鬆一下好嗎? 好嗎? 好 我們要玩一個遊戲 其實這個遊戲 之前我們有位港姐都有提過 不過它的名字有點不同 Diana剛才跟我們說過一個遊戲 就是Simon Says 或者是媽媽話 不過我又不是媽媽 又不是你們的媽媽 所以我們就玩一個叫老師話的遊戲 老師話你們懂得怎樣玩嗎? 懂嗎? 有些小朋友很聰明 他們說懂 其實剛才Diana也有跟我們提及過 是怎樣玩的 我再簡單地介紹一下 就是我給一個指令的時候 如果我之前有講老師話的話 你們就要跟著我做這個動作 而且要先保持著它 但是如果當我講一個指令的時候 之前是沒有講老師話的話 你們就不要跟我做了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準備好了 我們就開始老師話的遊戲 老師話摸你的頭頂 老師話摸你的眼睛 老師話摸你的耳朵 老師話摸你的耳朵 老師話掩著雙眼 好厲害 放下雙手 哎 哈哈 哈哈 是啊 剛才最後我是沒有講老師話的 所以就不能放下雙手 現在老師話放下雙手 是的 好厲害 有些人真的做得到 是 那好了 那這個遊戲好玩嗎? 好玩吧 可以動一下 起碼都 那為什麼我們要玩這個遊戲呢? 其實 跟我們今天的講題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在這個遊戲之中 我就已經把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個話題 就已經帶出來了 因為當你們剛才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相信你們應該感受到自己 有一些技巧是要運用到出來的 那譬如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用了一些記憶力 去幫你玩這個遊戲呢? 有是吧? 是的 那另外呢 自我控制 特別是最後那一刻 是不是? 聽到說放下雙手 很想就放下 但是你要控制住 因為那個規則的話呢 你不可以放下 其實 最後就是靈活性 因為你不知道我將會講的指示 究竟有老師話還是沒有老師話呢? 那究竟你應該要做什麼呢? 你就要很靈活地根據那個情況 而去到反應 那所以呢 其實這三樣的工具呢 剛才我們都已經運用了 而這三樣這麼有用的工具呢? 就是今天我會介紹和大家講的 很有用的大陸學習的工具箱裡的工具 那我以下來 首先就會逐一這樣講一講這幾樣的工具先 那第一個呢 就是剛才提過記憶力 那麼記憶力呢 我們就特別呢 主要是講這個工作記憶 working memory 那麼工作記憶的作用是什麼呢? 有沒有人知道?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要短期內 就將我們需要用的資料 資訊 就放在我們的頭腦那裡 等我們呢 需要用的時候呢 很快就可以傳取到出來去用了 那 可能呢 你們 都未必 都未必很明白 那麼我們拿個比喻 那就是 電腦的一個 短期的 儲存的功能 就是RAM 有沒有聽過? RAM 這個RAM應該熟悉 因為呢 當你們去買電腦啊 買電話的時候 應該都會看一看 啊 究竟它的RAM有多大呢 那那個RAM呢 就是 我們 等電腦 他們一些的運作中的程式 就是同樣地 它又是要將一些 信息短期的儲存在這裡 等它要用的時候 就很快這樣可以取得出來 那麼人腦的工作記憶呢 跟RAM都是一樣 如果它是大一點的話呢 那麼 他們的功能呢 就會強一點 運作也都會可以流暢一點 那麼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學習呢 都會好一點 那麼我們 又可以有一個 比喻 那麼 這個 之前呢 有一個電話 就是很受歡迎 出了他們的第六代 是不是 再再都應該 可能有些人呢 都已經立刻 搶著去買的了 已經 那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買它呢 是不是 因為它 貴速 那麼慢呢 就不是吧 是不是 它只不過是 那個 鏡頭的功能 那麼它 其實呢 快功能上面 其實它是操作上 應該是更快了的 那麼我們可以看回它 相比起第一代的那個電話呢 它的RAM是大了八倍那麼多的 那麼即使說呢 因為它有這個這麼大的RAM 所以就可以幫到它 就可以幫到它 運作更加流暢 快點 還有功能呢 也都是強大了很多了 好 好了 那麼另外一樣 就是一個的抑制控制能力 那麼 抑制控制能力是什麼呢 那麼其實呢 我們人類和動物呢 有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我們可以抑制控制到我們自己的行為 也都可以控制到我們自己的情緒 那麼所以當我們要追求一些目標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很輕鬆地去進行了 也都可以很專注地去進行了 那麼這個抑制控制能力呢 就是 就好像譬如剛才當我上台的那一刻 見到呢 那麼多觀眾在這裡 都覺得很緊張 很害怕 那麼我害怕就想怎樣 想走啊 對呀 不過呢 因為我有那麼重要的訊息 要跟大家分享呢 所以我就不可以走著 就是呢 要控制著自己的行為呢 走到上來跟大家去分享了 那麼所以這個抑制的控制能力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麼也都呢 有些的家長啊 或者呢 老師也都會反映 說哎 小朋友呢 很容易就會分心了 都不會 可以 專心去做他們自己的事呢 為什麼呢 那麼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的抑制控制能力呢 可能就比較弱了 那麼所以呢 當他有一些的其他 吸引到他的刺激的時候呢 他就很容易呢 就會轉了去看那些刺激 去反映那些地方 那就不是專注在 他們這個要做的目標那裡了 那麼所以抑制控制能力呢 就是很重要幫我們去專心工作 做好我們的事的一個工具了 好了 那麼去到第三樣的工具了 那麼剛才我們說的說 要專注工作啦 要專心工作啦 那麼可以專心這樣去工作 堅持去做我們的事 當然是一個好的地方啦 但是呢 如果當小朋友呢 是變得死板 不可以靈活變通的話呢 那就不是一個好事了 那麼所以呢 認知靈活性呢 也是很重要 那麼認知靈活性就是什麼呢 即是說呢 他們呢 可以呢 在適當地這樣呢 對著一些的變化 作出一些反應的 那麼就譬如呢 好像我們 有一個比喻這樣 譬如我們駕車這樣 駕車呢 駕車呢 我們要走不同的路 對不對 那麼走不同的路的時候 有時要走斜路 有時要走平路 那麼當我們走斜路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要駕棍波啊 那些我們都會知道 要做什麼呢 要轉波 是不是 要轉波呢 這樣才可以呢 符合那個情況呢 去讓車可以繼續運行 那麼所以呢 如果我們轉波轉得好呢 可以繼續運行 但是如果小朋友一轉波 就動不了 好像那些學神那樣 一轉波就怎樣 死火啊 死火那就不行了 那麼所以呢 我們呢 就一定要令到小朋友 是有這個認知的靈活性 在不同的環境呢 都可以做到不同的需求 那麼又可以拿回日常的生活來講 那麼譬如呢 我們小朋友在學校裡面 那麼有時呢 就是有些遊戲的時段 遊戲的時段 他們就可以放聲地玩啊 去聊天啊 那麼但是呢 去到這個聽故事的時段呢 他們就要懂得安靜 坐在那裡聽故事 那麼所以呢 那麼有不同的情況呢 他們要做出不同的行為呢 才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那麼所以這個的認知靈活性呢 就可以幫到他們了 好 那這個以上的三項的功能呢 然後呢 其實是一個的 一個的 一個的 執行功能的系統 那麼呢 他的英文名呢 就叫做Executive Function 或者呢 有人呢 用一個簡短的名稱 就叫做EF 那麼這個的執行功能的系統呢 剛才我們提過呢 是有三個的不同的組件 那麼 那麼三個雖然呢 好像是很不同的組件 但是其實呢 他們要一起這樣 綜合這樣運用 才會可以發揮到他的功效 那就是譬如好像我們想一下 當我們要去 用我們的記憶 去做一些事情 這樣才算 那當我們要用我們的記憶呢 好像呢 只是工作記憶 在做事 但是其實 我們腦裡邊 可能有很多其他的訊息在 我們就要抑制著那些 沒有用的訊息 只是呢 抽回有用的訊息出來 才去用的話呢 那其實這個呢 也是一個的 抑制控制的能力了 那所以 這個執行功能呢 是要成一個系統這樣呢 才可以做得 才可以做得 完成到 那麼 變成呢 其實除了剛才三項功能 再加上去對於其他的 一些認知的功能的管理呢 他就組成了一個 執行功能的系統了 那所以呢 他就其實在我們的腦裡面呢 就指揮著我們的 日常的生活 日常的行動的 那 那 他這個這麼複雜 一直呢 又要兼顧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哈佛大學呢 有學者就把它 就比喻為一個 空中交通管理的系統 那這個空中交通管理系統呢 就好像在一個很繁忙的機場裡面 譬如我們香港國際機場 那樣 那每一天呢 就有每小時 可能高達66班機的升降 那呢 要控制著他們的升降 要他們在對的時候 起飛對的時候降落的話呢 你就一定要有很好的系統去支援 才可以做得到 那所以呢 他就正正呢 就是解釋了這個執行功能的那個功用了 而且呢 他也可以強調到這個執行功能的重要性 因為呢 當如果這個執行功能 或者這個空中交通管理系統 運作得不好的話呢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呢 就會有很嚴重的災難發生 那所以人也是一樣 如果你們的執行功能做得不好的話呢 你其實呢 就運作方面呢 也都會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學習呢 也都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執行功能的話題呢 對於在香港來說呢 可能都是比較新的一個概念 或者可能在座呢 有很多的朋友呢 都是可能第一次聽到這個名稱 那樣的 那但是其實在外國呢 也都已經有很多人呢 開始對於這個話題有關注 還有呢 有很多的研究呢 都是想看一下 究竟呢 這個執行功能呢 對我們有些什麼的影響呢 還有呢 怎樣才可以有助這個執行功能的發展 好了 那這個執行功能 這麼受歡迎 或者這麼被受關注的原因呢 就很簡單 其實呢 因為以往的研究呢 或者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呢 指出 這個執行功能呢 和學習呢 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那有些什麼關係呢 那剛才其實可能我們講解的時候 都有提及到一些的了 那因為學校呢 或者是你學習的時候呢 其實是涉及了很多的資料的處理 那所以你需要管理好你的資料 你需要在適當的時候 提取適用的資料出來 還有你也要儲存好你的資料 你才可以成功這樣去學習 那所以當我們譬如要學一些新的知識啊 面對一些有挑戰性的問題啊 或者可能一些要進行靈活變通的活動呢 都需要執行功能的 那所以在小朋友成長的過程之中啊 或者大人的活動之中呢 都很需要執行功能 那又有另一個比喻 剛才我們將這個工作記憶呢 就比喻為這個RAM 那但是呢 我們的執行功能呢 你就可以看成它是這個CPU 就是那個電腦的CPU 那現在應該最厲害的就是走到八核的了 那如果你走到八核走得那麼快呢 你就可以處理大量的資料 你也要學習呢 你也會更加得心應手啦 但是如果你還在走到雙核的電腦 但是你又逼它呢 放很多的資料下去啊 那就怎麼樣啊 就會有機會呢 輕機啦 那就動不了下去呢 就不是我們想小朋友做的事情了 那所以這個執行功能的發展呢 究竟怎麼樣發展出來呢 我們怎麼樣才能幫助小朋友啊 那大家就要特別留意了 因為呢 我們看看這個以下的圖表 就會知道呢 這個執行功能發展呢 原來在三至五歲的期間呢 是一個急劇增長的時間 那即是說呢 是最有可能呢 塑造到他們呢 或者幫他們鍛鍊到這一方面的功能的 那如果我們錯過了這個時間呢 那可能呢 他們的變化呢 就會少一些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需要把握這個時間呢 去幫他們發展 那變成呢 在座的一些幼兒的家長啊 還有呢 老師呢 你們的工作呢 就很重要了 因為呢 你們真的影響著呢 小朋友的發展 甚至呢 社會的發展都會被影響到 因為呢 我們每個人的行為呢 直接都會影響到社會的一些效果 好了 那所以這個三至五歲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那但是其實呢 他之後都會繼續平穩地發展的 那所以呢 其實不只是幼稚園那裡需要做功夫 其實一路去到小學呢 其實大家 家長或者小學的老師呢 也都要留意呢 可以繼續幫他們持續保持 不要浪費了之前的功夫了 好 但是怎樣 實質有什麼方法才可以幫到他呢 那在講這個實質的方法之前呢 我想先反過來講一些反面的教材 那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會想著 是否要讓他們背多些東西啊 或者用一些flash card 去讓他們要背中很多的生字 那樣呢 那其實呢 就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呢 我們剛才也都聽過一些的例子 就是你在一個這樣 他們一個這個歲數 可能未是去到一個了解 這些生字的情況 你就要去做的話呢 就會影響他們 其實會影響他們發展 有一個很有趣的見聞 我之前呢 聽過有位媽媽就在那裡說 很開心啊 因為呢 她的先生呢 就很成功地 令到他們 歲半的女女 很聽話地 看過那些flash card 突然間 之前呢 就不看的 一看到flash card 就走了 那為什麼呢 她用了一個什麼方法呢 原來呢 她就說她的先生呢 就把所有的flash card 很有心機地 掃進電腦 之後呢 就在電視那裡 就播出來 給小朋友看 就好像動畫一樣 那樣 小朋友就眼睛睛地 看著那個screen 就看著了 就好像在那裡看著 學著flash card 那樣 這個方法 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那首先我會欣賞爸爸的心機 那但是呢 他們這樣 擺 這樣去掃進了flash card 但是 對於小朋友來說 是不是真的她這個歲數 真的要背重這麼多的字呢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其實小朋友是需要空間 給他們整理這些資料 才是一個有用的學習 那但是呢 空間呢 我們也不得不提一件事 就是給他空間 他呢 就不代表呢 放縱他們 喜歡做什麼 就做什麼 因為之前呢 我也有跟一位前輩呢 就聊過 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他呢 就留意到 哇 有些學校呢 好像都做得挺好的 就是幫小朋友呢 有一些機會 給他們發展這個執行功能 或者一些認知的功能 但是呢 他們呢 偏偏一些行為很差 完全呢 控制不到自己 那樣的 那為什麼呢 原來呢 了解之下就發現 原來這些小朋友呢 在家裡呢 並沒有一些的規則 令到他們呢 可以知道呢 應該在什麼時候 做一些什麼的事情 那所以呢 變成了他們 就 抑制控制能力很差 那剛剛有說過 抑制控制能力 是其中一項 而這三項呢 是要一起 強化 去一起運用 才可以是成功的 那所以呢 變成一個環境之中呢 我們就要 讓小朋友呢 學會管理 即是說呢 可能呢 給他們一些規則 他們呢 那變成呢 他們會 由大人的規管他們之下呢 他們就學會 用那些的詞語 或者方法呢 來到規管自己 就學會了自我管理了 那另外呢 還會有一些的活動呢 都是呢 可以呢 很有 都可以幫到小朋友 那其實有些活動呢 之前呢 的講者 都有可能有提過的 那我簡單介紹一些 那比如小時候的小朋友呢 可以跟他們玩一些的 收買一些東西的活動啊 跟他們玩捕捏捏啊那些呢 那他們呢 就變成了可以呢 是運用他們的工作記憶啦 或者一些的 類似一二三紅燈的遊戲啦 那不過小時候 可能呢 不懂得玩整個一二三紅燈 那但是可能呢 譬如播音樂 那他們跳舞 跳舞之後呢 一停音樂 他們就要定住在那裡了 那這些呢 都是一些抑制控制能力來的 那另外一個有抑制控制能力有關呢 就是呢 就是呢 他們可不可以延遲自己的滿足 就是呢 有一些很想做的慾望 但是呢 他們都可以懂得 控制著自己 就遲些呢 才去達到這個慾望 譬如好像 吃東西之前 可能要小朋友一起等齊人 才吃啊 或者可能唱首歌仔 才可以去吃的 那另外有很多的音樂的活動 都是會有幫助他們的 那還有一些的 透過一些玩的遊戲 就是可能煮飯仔 也都是呢 其實幫他們 練習著一些生活上面的技能 那再大一點 因為他們有一個語言的基礎 其實呢 之前的港姐提過的一些語言的活動 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但是呢 另外呢 再想特別強調的一個呢 就是其實是一些生活上面 他們的工作的一部分 其實都是一個執行功能很好的訓練來的 就是做家務 做家務呢 其實現在很多小朋友都不做家務的了 其實小時候媽媽跟我說要做家務 因為要訓練我 那我當時當然不相信 就覺得是借口來的 那但是呢 現在回想起來 又真的其實學到很多東西的 因為他在過程之中 他要兼顧了很多的東西 那其實就運用他的工作記憶 啦 抑制能力啦 還有呢 他的協調的所有的能力都會需要 那所以 環境呀活動是重要之餘呢 他們 你們和他的關係呢 其實呢 就會影響了整個的成效 那我們 老師呀 無論是老師還是父母呢 都應該呢 要去給一個有關心的環境去吧 令到他們感受到愛呢 那這個就是一個好的關係 亦都是這個執行工人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那所以 小朋友究竟最後能不能到 又有這個的工具箱呢 就是靠你們了 那所以今天也很多謝你們呢 在星期六秋空來到呢 聽我們這個講座 希望呢 你們可以幫小朋友 準備好這個這麼有用的學習工具箱 多謝